它沒有一定的一個順序性或是排序性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這個Hedge Set的一個 使用這樣子會有一些這樣的問題 不過還有一些其他方法可以改善 這邊還有一個介紹一下那個Linking Hedge Set 它是Hedge Set的一個值內別 所以它們的特殊是 那個特性是非常的相似 可是它就跟那個Hedge Set的話 它就有一個順序性的一個特性存在 還有哪一個元素 還有NAS跟Probuse這個結體去指向其他元素 像我這個畫的一個意思就是 那不過它這個圖畫的有點 可能會有一點混淆 像是這邊的話 NAS的這個Node它指向元素內容 其實應該是要指向這個部分 然後這邊是做一個雙向連結這樣子 其實說指向這個元素內容其實也是OK的 就是它要直接存取到那個元素內容 但是通常來講是我們直接指向那個節點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就介紹第三個 Tree Set這部分 它其實它是先實做一個 收聽Set的這個介面 然後收聽Set 它對這個元素內容 有些做一些排序 它主要是針對字母的順序去做抵增 它整個內部的一個資料結構 它是基於黃分數的一個資料結構 一做實做 然後這邊的話就可能要特別注意說 你元素必須要是相同的資料型別 但是它不允許為任何這樣 這邊的話當然有提供 Tree Set還有提供 有些額外的Main Set的 這邊就是請各位黨學員再去預讀 這個可能當你們演算法的時候才會交 這邊的話我們沒辦法去做一些詳細的說明 因為一說的話可能就 一堂兩堂跑不掉 因為它這邊是一個獨立的課程 在演算法裡面可能會占掉一天的時間 就三門課這樣子 有個題目就是專門介紹這樣 還有一個是叫AVL3 可能在你們資料結構當中後段可能會學到 這邊我就是稍微停下這樣 這邊的話還有另外一個範例 還有跟剛剛範例蠻像的 因為這個程式碼是 看資物相對簡單 所以我才放這樣的一個程式碼給各位 大家看這樣子 這邊的話前面一樣是 跟前面類似一樣是 那個add的方式 可是它這邊的話 前面一樣是使用HG Set的一個 資料結構 可是再插在這邊的話 是把這個那個 HG Set的一個 模式去把它丟到HG Set裡面 然後再用Internet的方式去做走法 像這邊的話 我們就看到一些順路區的一個 結果產生 它這邊的內容都是 依照字母的那個大小去做的遞針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 再介紹一下Eats的這個 interface 然後它是一樣 像石座Creative的界面 它也是一樣的包含 包含所有的方法 然後它是 類似於耳類 然後元素的話 Beats其實它是可以允許重複的 但是它有一個順路性 因為像耳類 它就是一個index 一個牌序這樣子 那石座SET的界面的話 一樣有這些 Outstradist 然後眼神Lab也有以下三個 這邊我們是 除了針對以前的三個去做介紹 然後這邊都是它大概一些 石座啊 或是一些繼承的那個 整個圖例這樣子 這邊稍微看一下 我們主要是 再繼續介紹 像那三個資料結構 然後這邊的話 它包含 歷時的它一些 基本的一個 Message 當然還有更多 這邊只是先放幾個 Message出來 如果你們想要更知道更詳細的話 你們還要去懂得 會去使用API 去查API 然後看得出 有哪些Message的一些 可以使用 像是我們剛剛前面 介紹Eclipse 我們直接去 按那個提示 還有LT加寫信 它就是能夠 在那個狀態之內 去幫我們查出說 你在這個程式嘛 能夠去 有哪些API的Message 去可以做使用 所以那個 ID這個一定要學 那這邊的話 意思程 它這邊要稍微介紹 你們兩個方法 這邊SET 它就是 將原位置上的元素 被取代 AD是 直接把那個後面的元素 往後翻 然後直接中間插入 這樣子 像這邊它有個土力 像這邊的話 是APCD 然後 11的話是 所以馬尾3 如果叫SET 然後 然後 動號S 我要把這個S 去把它做 擦入動作 其實它 如果你是使用SET 的話 是把這個C 直接做取代 可是你用AD 的方式 就是把C跟D 直接往後翻移 然後S 直接中間插進去 然後接下來 它就介紹第一個 耳熱歷史的部分 然後耳熱歷史的話 其實它就是 像一個 伸縮智紋的耳熱 就像 海綿搞包一樣 反正正式智囑這樣 然後 它 也可以解決 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 那個耳熱 它有一些 困難的問題 就是它沒辦法 出動它大小 使用耳熱歷史的話 它可以自由的 擴增它的容量 像AD 然後就是 GAT 就是把它取出來 那這邊的話 就是一個 程式牢的一個 翻譯這樣 你看就是 前面就是 利用LMX的 去把它 釐出這個 資料結構 然後這邊就是 把我們這些 這些字寸把它加進去 同時 我們這邊是 使用 歷史的 這邊的話 就是我前面提到說 這個是有 八顆link 這種方式 它可以直接是 向下走法 可以往上走法 然後如果是 使用 那個 Italator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東西 它它只能是 單向而已 往下之後 就不能往回 所以我們這邊 執行結果 因為我們說 例子 是有一個 S的一個特性 所以我們這邊 可以直接把這個 Index去把它運出來 0等於SCAP 1等於SCWCP WCP 這樣子 一個執行的結果 然後 接下來是 介紹一下FICT FICT FICT其實它跟 ALEVIST的特性是一樣 當然 主要的差別是在 MARTY SERG的一個架構 FICT是一個 SERG SAVE的模式 這邊的話 可能 你們到作業系統的時候 還要再去學一下 那個 SERG SAVE的模式 到底是一個 怎麼樣的情形 然後這邊的話 他們也可能是 加上一個 那個 同步的一個修飾式 像是這邊的話 我們舉例來說好了 這個 這邊可能會有一個 有一個 一個要修改一個 地方 可是我這邊有很多 MARTY SERG的一個 形式 這邊的話 我可能要去 進行同步的兵區 你可能會造成這個 這個部分的時候 數值會造成一些衝突 所以我們這邊 就是這個 SERG SAVE的模式 就是大資產 這樣子 我們要讓它進行 同步的動作 會有一個Lock的形式 把這個部分 可能它要去存取它的時候 它要對它 去做一個Lock的動作 不能讓它 去做一個存取 然後這邊取完之後 它才把那個Lock 去把它放開 然後它才能去儲取它 在這邊的OAS 作用系統 然後再去做一個 詳細的介紹 所以說它 因為是這樣的形式的話 我們效率 會比那個 ERLEASE的來得差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沒有考慮到 多執行序的話 我們就會 使用到那個 ERLEASE的這樣的 一個資料結構 然後再介紹 介紹STAKE 然後STAKE的話 應該是 季端應該有交入 先 後進先出 還有那個是Q 先進先出 這樣子 就排隊 跟一個堆疊這樣 像這邊底下 有 右下角有一個圖 就是我的網球 我一直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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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最後取出來的時候 是最後一個先進去的網球 然後它是最先出來的一個部分這樣 然後這邊還有幾個MASER的PUB 是我們把它加入元素 B就是取的元素 PUB是你取出來之後 再把它刪掉 這邊後 後面好像還有一個程式 我們再去做 他們的差別的一個介紹 然後 這邊的話就是 看你們介紹下一個 KINDEX的 這邊應該各位 會比較熟悉 因為 因為剛剛老師上課 就是上那個部分 然後你們的 RAP的話 應該還沒意外的話 也是這個東西 那當然 你們呢 RAP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使用到 這個JCF的這個 形式去實作 因為你們直接 用JCF的話 你們根本學不到 冰淨歷史的一個精神 那這邊 只能稍微做一個 直接去做一個介紹這樣子 然後元素 現在是使用Double Link 不像人間 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那這邊有放YouTube 那它是有 舒適性的 它走版元素 比 那個 比較那個 歷史程是差 可是新增 刪除了 它只要斷連結 後 直接就把新增進去了 然後 可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NIKIN歷史程 可以使用Stack 跟Q 這兩種資料結構 然後 這邊的話 要提供一些 去做操作 這邊你們 自己再稍微看過一下 然後 Q的話 接下來是介紹 一個Q的 interface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整個 Clip的底下 有三個interface 就是分別是 GIST 還有Q 還有 SET 這個三種 interface 去做一個 繼承這樣子 然後Q的話 是先進先出 剛剛老師很像 也有稍微提到 這樣 然後 然後 實作Q的介面 的類型 是主要 LINKIN歷史跟 PAPIQ PAPIQ 它有一些 這個方法 去給各位這樣 做一個說明 然後 這邊的話 就是它一個 簡單的一個圖 就是說 我們PAPIQ 它其實是 實作Q 然後LINKIN歷史 它同時可以 實作 LINKIN歷史 當然 它也可以同時 實作Q 這樣子 然後 這邊它就是 Q的一個 interface 單例 這邊的話 我們一開始就是 因為我們說 Q是一個 interface 所以我們 用一個 磁體的class 去把它去做個實作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 LINKIN歷史 它已經實作了Q 我們直接 可以利用這樣 的形式 Q 然後Q 還有等於 NINKIN歷史 把這 NINKIN歷史的這種 鈺出來的物件去把它 給它是用 Q的一個 形別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要使用到 Over這個 我們 不建議 使用App 因為你App的話 你把它做行動進去 可能有刑造一些 一些清別錯誤 或等於一些其他問題 可能會發出一個 所以這邊是 建議使用Over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要去取得它那個POW的還有元素 那我們POW是可以直接把它移掉 然後這邊的話還有一個彈型的部分 這邊的話應該是大一有稍微在講過這樣子 彈型的話其實它是一個資料結構 它允許你去寫一個Stream 就是說你這整個資料結構就是丟Stream這樣的Lab進去 或者說你可以寫一個印刷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整個執行的電容的話像第九行 第九行呢 最重要就是我們要把整個Q 這個鎖密出來的一個 Q的一個紅心去把它印出來 像是印出來後面是我們的1、2、3 那我們使用POW的時候我們要把它移出來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 1、2、3、 最後我們會去印那個Q 當然它就是 變成一個空的一個內容這樣子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利用POW這個形式去把它移掉了 然後這邊的話 又有另外一個程式 先做 跟各位大家做個介紹這樣子 這邊就是 應用POW跟PICK的方式 跟Message的差別 剛才剛剛的話就是有兩個Q 就是我們就是 同時把Over Java進去 第一個的話我們就是利用POW的形式 那你說POW就是 你把一出來就順便把它刪掉 所以你第一個的話就是 POW印出來的就是Java 可是我就去印那個Q1 它原本的一個資料 資料結構的時候它內容就是一個空的 因為已經被刪掉了 可是我一定要PICK 它只是把它找出來而已 然後把它印出來 但是其實它們把它刪掉 所以說 我再去把它印到Q2的時候 就是 Java裡面 其實它是存在在裡面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介紹一下PiV2這個東西 就是說 PiV就是一個順序嘛 優先順序 都優先的是在前 因此它是優先被取出 就是 就是 然後用射射射去的話 它預測是一個自然的法則 就是依照字母或是數字的 這樣一個形式 是有小跑步的 它開到大 然後這便的話 你可以使用那個 實作 Comp당 Interface 這個方式去制定排須 那這便的話 一樣也有程式行李發 這邊的話就是 我去遇到一個 PiVQ 一個這樣的一個資料結構 像這個 寬號 所以就是一個彈型的方形 這邊應該大家有一個核心印象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一樣利用我把這些CAB丟進去 我們一開始有說過 它是這種資料結構它會依照自然法的去做排訊 所以我們執行的結果就是ABC 那我們剛剛前面的利用 那個Compator的幫助去制定排訊 所以在這邊的話 然後就是那個Nuke的Compator 那個Class出來 我們這邊再去制定一個比較一個東西 像這邊的話我們去乘三個-1 乘三個-1 乘三個-1就是 那個序列就是趕過來這樣子 所以我們印出來的結果就是CBA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最後 介紹一下我們最後那個JCM的interface 就是MAM MAM就是它比較 比較與其他人的架構而言 它是差別就是在於他們有繼承可樂的體驗 它是差別就是在於他們有繼承可樂的體驗